Greetings,我是天使幽灵 我们今天要来玩心跳心跳 心跳跳文学部 Doki Doki Literature Club 突然有点不太会讲话 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好吧 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好 在开始游玩心动动 因为我这个是用 他原本是英文的嘛 这个Doki Doki 然后我有弄一个汉化的 因为我已经在英国 我不想要就是看英文已经看到腻了 所以我要看中文的 而且这样其实脑袋思想比较快 虽然可能会错过一些英文的一些 例如说诗词方面 这么讲我好像应该玩英文才对 可恶 可是我已经把里面东西删 我是说就是因为要替换的汉化 我已经把里面东西删掉了 可恶 算了 我有满13岁了 而且好 你们听到音效吗 刚刚那样 哦 哎呦 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 哦刚刚讲过了 好紧张哦 我从来没有玩过泡妹子的游戏 好啦那么我们今 嘿 呃 好紧张哦突然 不知道该怎么办 呃我们今天要是先看一下设定好了 呃现在是视窗化码 然后 反体中文 诶可以调回英文哦 可是我把里面东西有一些东西删掉了 所以可能会lag吧 如果如果我把它弄掉的话 就是调回去文字显示速度 自动播放速度 大概这样好了 我也不知道差哪里啦 嘿嘿 呃新游戏 输入我的名字 那就叫做 我们现在是男生吗 还是女生 可以打 等一下我的键盘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叫做 甜食幽灵 可以打中文吗 为什么我不 诶我不能打字诶 为什么 诶只能啊 复制贴上会不会有用 可我好像没有 诶 诶我的键盘 哦我的键盘失灵了难怪 稍等我一下 接触有点不太凉 好看一下 有了有了有特出来了 诶不见是怎样 诶诶 诶诶 诶 诶他整个不见 所以是不能打中文 第一步就卡路了 连名字都没有办法 我看见一位吵闹的女孩向我跑来 像是要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她的身上般不停的挥着手 他叫做沙尤里 是我杀士里 我记得他叫沙尤里对不对 因为网路上面 脸上上面就很多梗了 呵呵呵好难过 嗯 沙尤里是我的邻居 也是我的儿时玩伴 你知道那种 虽然你不一定会和他成为朋友 却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 很多事情都那样顺其自然的感觉吗 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 我读完 一年级我就 就就就跟家人一起到香港读书了 所以我不知道 呵呵呵 呃 我们以前常常像这样一起上学 不过上高中后 他睡过头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 后来我也有点懒得等他了 但他像这样狂追不舍时 都让我觉得好想逃跑 然而我也别无选择 只能叹个叹了口气 在路口等着 好让沙尸里赶上我 我又睡过头了 可是这次我追上你了 大概是因为我停下来等你的关系吧 嗯 说的好像你打算抛下我自己走掉一样 好可爱哦 这是太过分了 Yagidas 如果 呃 如果大家都看到你怪异的行为举止的话 我可不想和你一起被他们当成笨蛋情侣 嗯 好吧好吧 但是你最后还是等我了 即使心里想使坏 但你本质还是个温柔的人 啊 随便你说吧 小沙 好就叫他小沙好了 因为沙尸里 我一直会想起沙尸 呃 穿过马路 我们继续向学校走去 走过专教 引入眼帘的 近视熙熙攘攘的学生们 话说回来 Yagidas 你决定要加入什么社团了吗 社团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对社团活动没兴趣 而且我也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 诶 无所得 你跟我说过今年想参加社团看看的 嗯 有吗 现在想想我可能真的有 我真有可能说过 可能是在迎合他不断跳跃的 呃的话题的过程中答应他了 因为我刚刚停顿是因为我在想念跳药还跳乐 小沙有点太过担心我了 我只不过是把空闲的时间合理地分配在动画与游戏上 可是我担心你上大学前还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 而且你也没有专长 好难过被指出来 我真的很在乎你过得开不开心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完全没问题 但我一想到几年后你会变成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尼特就非常的紧张 呃 我 诶我的太不灵了吧键盘 真的不试试看吗 别让我一直担心你嘛 哎哟 嗯好吧好吧 如果能让你开心的话我会去一些社团看看的 但我不一定会加入哦 至少答应我去看看嘛 好吧 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耶 我过去常常问自己为何愿意让这无忧无力的女孩对自己说教 但是在她面前我一点都没有办法强硬起来 我差点漏看一个字啊差点漏看强这个字啊 但看到她如此担心的模样 即使每件事都会让她在脑中度过过度解读 我也想让她放轻松一点 好多日本的那种恋爱 什么少女恋爱 恋爱对都是在高中的时候进行对不对 可是我高中 呃我很少跟男生讲话 我好像从小就很少跟男生在讲话 基本上都是跟女生吧 因为我很被动 所以我都是 我几乎不会去主动去找人 找人聊啦 除非我是想要得到什么 情报 用这个词对吗 这种 方便 例如说 可是主要还是focus在课业上吧 所以常常 在学校的日子和往常一样平淡 不知不觉的结束了 整理完书包我茫然的盯着墙毫无动力 啊 社团啊 小沙希望我能去看看学校里的社团 我以前有参加过的社团是 小学的时候 呃 参加了围棋社 但是除了动画社以外 大概也没有其他选择吧 外外 小沙 看来在我发呆的时候 小沙悄悄地溜了进来 四处张望了一下 才发现教室里者是像我们俩 本来以为能够在教室外等到你的 可是看到你一直坐在这里发呆 所以就进来了 说真的 你有时候比我还过分 我可记住了 如果你的社团活动就快迟到了的话 就没有必要等我了 嗯 你知道的 我觉得 你需要有人推你一把 所以你 你可以加入我的社团 萨尤里 嗯 我大肆也不可能加入你的社团 嗯 为什么 小沙 萨尤里是文学社的副社长 所以是聪明吗 是聪明的孩子吗 说真的 我压根也不觉得他对文学感兴趣 老实说 我99%肯定他只是觉得和别人一起成立一个新社团会很有趣 嗯 的确啦 然后他是第一个加入新社团的成员 所以自然的接下了副社长的称号 哦 但是我的文学造纸可是比他还要差呀 因为我已经决定进动画社了 来嘛好嘛好嘛 为什么你要管这么多呢 嗯 因为我昨天跟他们说 今天一定会带一位新城团局 夏树连蛋糕都做好了 诶 有蛋糕 有蛋糕 我就去 不要做出这种无法兑现的承诺啊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那么笨 还是早就计划好一切了 我常常的叹了口气 可是有蛋糕我就去 好吧 看在杯子蛋糕的份上 我就去看看吧 诶等一下 是杯子蛋糕的话我就不去了 因为那种都是普通的海绵 而且糖霜很少 奶油也很少 而且 杯子蛋糕很普通 就在今天我为了区区 杯子蛋糕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有点泄气的跟着 Scioli穿过学校来到另一栋楼 我不常来学校这边 这里通常是高山生与社团活动 所使用的地方 元气满满的Scioli 一口气拉开了教室的门 各位 我把星辰员带过来了 我说过了 不要叫我星辰 诶 我用目光扫 扫试 扫试的试这个试吗 扫试了一遍房间 少女A 诶 诶 诶 我喜欢 我喜欢 这个类型的 欢迎来到文学部 很高兴见到你 Scioli经常跟我们说 经常跟我说有关你的事 你带了个男生来 认真的 等一下我太不会 我超不会用女生的声誉 虽然男生也很不擅长 真是太破坏气氛了吧 啊 Yagi 你怎么来了 欢迎来到文学社 看着眼前的景象 我无言以对 这社团 全都是超可爱的女孩子 等一下 现在是晚上 我不能叫太大声 虽然没11点 你看什么看 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对对不起 夏树 哼 我不认识这位名叫夏树 充满酸眼 充满酸眼酸语的女孩 你就是夏树喔 等一下蛋糕是你做的吗 嗯 看那娇小的身材 应该是一年级的学妹吧 根据萨尤里刚刚说的话 今天的被子蛋糕也是她做的 当她心情不好时 你可以直接无视她 等一下这是 你们是朋友吗 哦 萨尤里在我耳边说道 接着转向这些女孩 总之 这位元气满满的孩子 就是夏树了 然后 这位是 尤里 社团里最聪明的人 请别这么说 尤里看起来 更加的成熟 却有点害羞 似乎不太上 类似 就是萨尤里和夏树 这类人的节奏 那 啊 那个很高兴能认识你们两位 看起来你以前就认识Monica了 是这样吗 是啊 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 Yagi 虽然基本上 基本上没辽阔天 但我们俩的确认识 去年还是同班同学呢 Monica可以说是班级里 最受欢迎的女孩子 既聪明 又漂亮 又擅长运动 哇 主角光环 基本上是和我不同世界的人 所以看到她这么真诚的对我微笑 让我有点 Doki Doki 我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Monica 快坐下吧 Yagi 我为 我们为你在桌子这边 腾开了一点空间 你可以坐在我或Monica的旁边哦 哦 萨尤里的声音要跑掉了 我去拿杯子蛋糕过来 等下 这是我的蛋糕 我做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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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拿什么呢 算了 啊 不好意思 我有点太过心犯了 那么我去包杯茶如何呢 哇 哇被女孩子包围了 女孩子们用几张客桌拼成了一张大桌子 正如同萨尤里前面说的他们将桌子加宽了 所以Monica和她旁边都留了一个空位 此时 在此同时 夏树和Yoli走到房间的角落 夏树端出了一个盖着托盘 一个盖着的托盘 而Yoli打开了储藏室 储藏室 我依然觉得有些尴尬 便坐在萨尤里的旁边 夏树拿着托盘指高气扬的走了过来 哼哼 准备好了吗 登登 哇 夏树牵开了盖在托盘上的铝箔纸 上面放着12个又白又松软的杯子蛋糕 还装饰成小猫的模样 欸好可爱 她用糖酸画出小猫的胡须 并用小片的巧克力做成耳朵 卡哇伊 夏树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这么会做烘焙啊 哼哼哼没想到吧 快尝尝看 塞尔里马上拿起了一块 接着是莫妮卡再来试我 超好吃的 塞尔里边吃边说着脸上沾满了糖霜 我把蛋糕拿在手上 寻找了一个合适的角度下口 夏树默不作声 我不禁注意到她偷偷瞄向我的视眼 她是在等我吃下去吗 我终于咬了一口 这糖霜的甜度刚好 味道也很棒 这真的是她做的吗 这个真的很棒 谢谢你夏树 为什么你要谢我 我又不是 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这句 为了你才做的 我觉得实际上是啊 Saioli说过 虽然的确是这样没错啦 可是你要知道 这可不是为了你这个笨蛋做的 好啦好啦 我对夏树奇怪的逻辑放弃理解 只能吵吵的结束对话 尤里端了一套茶具回到了桌旁 她小心的在每个人面前各放了一个茶杯 接着把茶壶放在托盘旁边 你在这教室放了 等一下你在这教室放了一整套茶具吗 嗯别担心老师同意过了 而且读书时配上一杯暖茶不是很好吗 嗯大概是这样吧 可别被吓到咯 说尤里只是想给你一个好印象 诶诶 才不是这样 有了尤里红着脸看向一旁 我我的我的意思是那个 我同意你 I agree with you 虽然阅读和品茶并不是我的消遣 但至少我也很喜欢喝茶 那就好 尤里放松般的微微一笑 莫妮卡挑了挑眉 笑笑的看着我 所以你怎么会考虑来文学社呢 嗯 说实话我最怕问到这种问题了 但至少我知道不能说是被 Saioli拖过来的 呃那个我还没有加入过其他社团 而Saioli在这边似乎很开心 所以我没问题不用害羞 我们会让你觉得冰之如归的好吗 作为文学社的社长 我的职 我的职责就是要让所有人 都能感受到社团的有趣与刺激 啊 莫妮卡 说实在我有点惊讶 你怎么会想要自己成立一个新社团呢 以你的能力在任何 在学校任何一个大型社团 都能成为核心人物 你去年不是辩论社的社长吗 哇几个 那个你知道的 说实在我无法承受大型社团里的勾心斗角 除了争论预算宣传还有准备活动之外 感觉都没有别的事好做 我更愿意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 哦好棒哦 如果可以鼓励他人接触文学的话 那么我也在朝向实现这个梦想的路上迈进 莫妮卡真的是很棒的社长 尤里也点头同意 我很讶异这里竟然只有这些社员 新成立一个社团肯定很难吧 嗯的确是这样 没有多少人会愿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事物里 尤其是像文学这种 无法在第一时间吸引到注意力的东西 必须要加倍的努力才能让别人相信这东西既值得又有趣 呃一开始会应该会很多人进来吧 如果以莫妮卡的资质来说的话 我是以她在学校的地位的话 因为她她如果在强势性格如果在强势一点的话 应该就可以成为女王风这种感觉吧 对啊 在此同时也能让社团活动 校园活动 像是学员季变得各样的更加重要 可是学员季到底要办什么活动啊 新动社的话 不是新动社啊 文学部 我有自信能够在毕业之前将文学社发展起来 是这样吧各位 是的 我们会尽情全力的 竭尽全力的 那还用说 大家都热情的回应着 这几个完全不同的女孩 却都对相同 等下 我明明已经用滑鼠指责 为什么还是会念错字 却都对相同样的事物感兴趣 莫妮卡一定花了不少功夫 在找这三位成员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听说 新成员时他们会这么高兴的原因吧 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他们一样 对文学保持着如此的热情 那么Yagi 你平常喜欢什么读 读什么书呢 这个清小说 考虑到 考虑到过去几年我匮乏的阅读量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其实以前会读小说 我还蛮喜欢奇幻文学的 然后 真推那个什么 侦探推理那种我也很喜欢 漫画 我半开玩笑小声的咕咚着 下树的头突然抬了起来 他似乎想说点什么 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 嗯 如果这时候如果讲出来 蛤那不是尼特吗 太伤心了我直接打道回复 我猜应该不太算是一个阅读爱好者吧 嗯 也是呢 这也是能改变的就是 我到底在说什么 我一看见 幽里难过的微笑 就想 都没想就说出了这句 话说回来 幽里 你有喜欢读什么书呢 嗯 让我想想 幽里的指尖画过茶杯的边缘 我最喜欢的是那些世界 我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是那些世界观 既深邃又复杂的幻想小说 我也喜欢 我喜欢 其背后的创造力和工艺水准 总是让我大开眼界 能在那种陌生的世界里 叙述一个好故事的能力 也令人相当敬佩 幽里继续说着 她对阅读明显有极大的热情 我快没气了 我快 自我走进社团教室以来 她似乎又 她似乎一直很害羞又沉默 但从她亮起来的眼神 可以知道 比起现实的人际关系 她更喜欢在书中 寻找自己的田径 我喜欢的类型还有很多 含有深层心理元素的故事 也能让我沉浸在其中 作者利用你想象力 作者利用你想象力的缺乏 已让你在进入循环中 难道不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吗 不过我最近读了不少恐怖小说呢 啊我也读过一本 咳 好不容易抓住了至少 曾经涉及过的东西 不然再这样下去 优理就像是和一块石头说话一样 诶真的吗 优理你还真是出乎我意料呢 像你这么温柔的人 我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倘若有个故事能够让我思考 抑或是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 那么我就真的会忍不住看完它 哪怕只有一小会儿 超现实主义的恐怖小说 都能够成功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嗯 我讨厌恐怖 哦 为什么呢 我只是 夏树短暂的撇了我一眼 没什么 这就对了 你通常更喜欢写可爱的东西不是吗 夏树 什 什么 你 你什么时候产生了这种错觉 你上次在社团会议结束后 掉了一张便条纸在教室里 你再写一首诗好像叫做 别说了 还有 把它还来 好了好了 嘿嘿 不论是杯子蛋糕还是诗 你做的一切都和你本人一样可爱 萨尤里悄悄的溜到夏树背后 并将手搭上她的肩膀 可我以为要揉胸部啦 我不可爱 夏树你会自己写诗 啊 哼 偶尔而已啦 干嘛问这个 感觉这个声音更适合给夏树呢 哼哼 我觉得那很了不起啊 不 为什么不偶尔让大家看看呢 下树的眼神游移着 你们不会喜欢的 嗯 对自己还不太有信心吗 我能够理解夏树的感觉 要分享那种水准的诗 所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自信 最真实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 你需要向读者敞开心扉 暴露自己的缺点 甚至让对方到达心灵最深处 尤里 你也有写作的经验吗 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的作品 说不定 作为榜样也能让夏树 对于分享作品这件事感到自在一点 嗯 尤里似乎是这么想的 嗯 但我倒是很想读读大家的诗呢 周围的空气一时陷入了沉默 嗯 好 好吧 各位我有个主意 嗯 夏树和尤里好奇的看着莫妮卡 我们每个人回家后都更写一首诗吧 哇 对于新成员来说太难了 这个功课 这样的话 下次社团活动时 我们都能够对彼此分享了 这样大家就扯平了吧 嗯 嗯 嗯 好啊 就这么办吧 况且我们现在有了新成员 我觉得 就要能够让大家更熟悉彼此 还能够加强社团的凝聚力 哇 傻死干 真不愧是社长 莫妮卡再次对我甜甜的笑着 等 等等 有一个问题 诶 还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已经回到了最初关于加入社团的话题 我终于能够坦率地说出我一直 我一直以来想讲的事情了 我 我从来没说过要加入啊 虽然萨尤里说服我来看看 但我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呢 我还有其他社团想看看 而且 嗯 我的思绪断裂了 四位女孩以失落的眼神看着我 可 可是 我 我很抱歉 我以为 哼 你们 我对可爱的女孩子超没辙的 这种情况下 我该怎么做一个思绪清楚的决定啊 如果只要写写诗卷得和 每天和这些可爱的女孩子待在一块 好吧 好吧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要加入文学社 女孩们的眼神一个个亮了起来 嗯 太棒了 我好开心 萨尤里抱着我跳上跳下的 喂 喂 你有一瞬间真的吓到我了 如果你只是爱吃蛋糕的话 我可是会很生气的哦 那么正式的欢迎你 欢迎加入文学社 嗯 嗯 谢谢 好啦 各位 我想今天的社团活动就到这边结束了 请各位要记得今晚的作业 每个人都要写一首诗 并且得在明天带过来 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分享 莫妮卡再次看向了我 Yagi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哦 嘿嘿 啊 哈 没问题 我真的能够在学校偶像 莫妮卡的面前展示那平庸的写作技巧吗 焦虑已经开始在我内心中翻腾 就在此时 Yoli和夏树已经开始整理桌子 大家就这么有的没的闲聊着 对了Yagi 既然你在这里的话 我们今天一起回家怎么样呢 对哦 因为 小李在放学后还有社团活动的关系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回家了 好啊 那就走吧 耶 嘿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教室 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回家的路上我的思绪都在四位女孩中 转 转 欸 转 对 Saioli 夏树 Yoli 跟 当然还有Monica 如果每天放学都去文学社 我肯定是非常开心的吧 说不定还有机会能够和他们其中一人 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好的 我只需要充分利用这个情况就可以了吧 好运终于一天会到来的 看来我得从今晚的写诗开始了 哇 是时候来写诗了 选择你最中意的社员可能会喜欢的词语 你和你你和喜欢你的诗的成员之间 说不定有好事发生哦 好不 我们下一集再来写诗吧 那么 那么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我是天使幽灵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